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篇文章是今天為大家導讀文章是聊天第216回 Sony A7R3特色介紹 來為你介紹4240萬像素 介紹個人跟格式整個認識 雖然這篇文章是來告訴大家Sony A7R3的特色 但是實際上呢 這篇文章也可以透過這篇文章來告訴你說 那如果說今天你要來認識一個高畫素的相機 那畫素究竟是做什麼用呢 透過這篇文章來跟你介紹一下 好先了解畫素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先了解什麼叫做畫素 我覺得畫素這件事情還蠻重要的 那是因為我覺得畫素是一個 我們數位照片的一個蠻重要的規格 但是畫素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來看一下 如果說只是單純用一張這樣子照片去看的話 實際上是看不出來畫素是什麼意思 可是如果我們把照片不斷不斷的放大放大放大 再放大到最大 你會發現說實際上所有的一張精緻照片 都是一個一個的小格子所組成的 所以旁邊這個每個小格子我們都叫做 它就叫做畫素的意思 所以說呢 在A7R3的官網上 它是說它有4240萬的有效畫素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瞭解畫素計算 一張的數一張照片的數位照片 的畫素到底有多少呢 你從檔案總管裡面按右鍵選內容 選到詳細資料 就會看到一個多少乘多少 比如說像A7R3照片的話 它跟你講到尺寸是7952×5302 7952的話就代表說 它的寬度有7952個像素 高度有5302個畫素 它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用的圖形來表示的話呢 就是像這樣子 寬邊有7952個小格子 高邊有5302個小格子 所以說那個相乘下來 就是42177408個畫素 就是4200萬畫素 所以當我們講說 這台照這台數位相機 能夠拍出4200萬畫素 是指它一個寬邊跟高邊 有一定的那個大小的數量 相乘出來後 就是它照片的總畫素的大小 接下來照片 像素與照片尺寸 你會去 如果你 你也是哪時候你相機的話 你會看到 它有40M 18M跟11M 代表說 4200萬畫素跟1800萬畫素 跟1100萬畫素 雖然我們都知道畫素是照片小格子嘛 我們也知道說 總畫素計算是格子的總數量 可實際上差別有沒有差呢 有差 我們來看這張照片 事實上 照片的畫素 只是照片的大小張的結果 你看 從左邊 4200萬畫素 到中間1800萬畫素 到11M 1100萬畫素 它只是照片的畫素 大張跟小張的差別 所以那個M的意思是10的六次方 所以說42M就是4200萬的意思 說事實上 4200萬 1800萬 跟1100萬 它們只是照片的大張小張的差別 它沒有其他的差別 就差在這裡 但實際上照片有沒有差呢 還是有 我們來看一下像素大小跟檔案容量 同樣的我們來幫大家介紹 如果你用4200萬 1800萬 跟1100萬 它的照片大小其實差蠻多的 我幫你算過了 4200萬畫素 約略是一張照片是8M大小 然後1800萬 大概是4M 1100萬大概是3M 所以說當你的像素越多 代表紀錄的那個資訊量也越多 自然檔案的大小也會越差越多 OK 好 接下來不同像素差別 除了檔案大小差別外呢 有沒有其他差別呢 如果沒差別的話 那我們大部分最小 事實上是有的 當我們用不同像素照片 不同像素的紀錄格式 來拍同一張照片 我們來放大來看 你看4200萬跟1800萬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鐘上面這邊的紋路 是不是就差很多了 欸那你會說等一下 明明4200萬照片就比其他張還要大 為什麼採切放大後會一樣大呢 因為我把這三張照片放大到一樣大 我們來做比較 所以說你看到4200萬圓圖採切很精細 有這些自作銳利度清晰度都很高 隨著你的比較小張的照片撐到比較大有沒有 它的解析度就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細節就越來越差 換句話說 你也可以說 如果說我今天是拍風景嗎 希望得到一個最精細的照片 當然希望最高畫素拍是最好的 接下來稍微講一下JPG影像品質 然後不是每台相機都有 至少A7R3裡面要設定成 X.Fine 就是超精細跟精細跟標準 這個跟畫素有沒有關係呢 完全沒有什麼關係 不能說完全沒什麼關係 至少我們可以概念上提醒沒有什麼關係 它只是個照片壓縮跟壓縮率跟表現結果 所以我來幫大家做個整理 如果你用4200萬來存的話 最精細是一張照片 哇靠基本上會Double一倍哦 你看精細是12MB 超精細是21MB 標準是8MB 所以說你看不同的畫素到小 隨著你的那個紀錄 JPG紀錄的精緻度有差 它檔案基本上就會比標準差上兩倍 所以說到底有沒有差呢 來我們來通透過實拍來給大家看 同樣是4200萬 我個人覺得啦 超精細跟精細有沒有差 有差 但沒差到這麼多 但是標準就明顯看得出細節 可以說比較模糊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今天使用A7R3的話 我倒覺得用精細就好 不見得用到超精細 至於說RAW跟JPG 前面都是講畫素 大小跟 檔案大小跟細節差別都講完了 這邊在講最原始的一個部分是 到底是JPG跟RAW差別在哪裡 前面都是講的是JPG 但JPG跟RAW有沒有差呢 差蠻多的 同時RAW跟以壓縮位 未壓縮也沒有差 也幫他大家簡單的比較一下 到底以壓縮跟未壓縮的RAW差別 檔案大小也是差了一倍 至於說 檔案要不要壓縮 有沒有差別 我這邊就沒有去進一步再去細筆了 不過呢 從我們各方面的資料來看呢 未壓縮的照片 在動態範圍表現上 會表現得比較好一點點 換句話說 如果你在修圖的彈性上 細節會保留更多一點點 這邊我就 我是想把這邊 打算留到之後再幫他補充 好的 這篇文章的導圖簡單到這邊告一段落呢 希望能夠你能夠有助於你 對於A7R3的一個項數檔案記錄 能夠再更多的認識 就算你不需要A7R3 透過這篇文章 你也可以認識更多一點點 好的 本篇文章導圖 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